而在花莲有一位校长 他为了孩子的艺术学习 立志要成立国内唯一的儿童美术馆 校长他花了38年收集相关的物品 从邮票到雕刻品 每一件都是他自掏腰包买来的 现在已经成立了儿童美学基地 他说他又向儿童美术馆目标迈进 金门套战胜利20周年纪念 那我们可以回想这一个历史 方寸间回想历史 透过油搓印下当时印记 桌上满满的首日风 灵性片 诠释花莲智学国小陈建明校长 38年来集邮成果 两寸建方的邮票能容纳天地 能说当代艺术 现代科技 还有历史人文等等 而这些其实是陈校长 成立美术馆的基石 他也是收藏 也是学习 也是文化 主要是拿来教育孩子 那我一直希望说帮花莲的孩子 成立一个儿童美术馆 所以他带了很多的纪念 的专业 集邮为的不是自己 而是孩子 56岁的陈建明校长 从当老师就开始搜集艺术品 小丛邮票 大到雕刻品 他自掏腰包 一件一件搜集 到现在有一个美学基地 但这里还算不上美术馆 一件件大型艺术品还没整理好 勉强算是除藏间 但校长的梦想很大 要成立全国唯一的儿童美术馆 房画也好 水墨画也好 水彩或是树苗 桃艺 任何跟艺术有关的东西都可以玩 包括舞蹈 会发现很多不同的一切作品 然后比如说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其实都会有时间 然后校长会慢慢教我这样 从中间手也会帮忙 从中间往外推 他才会比 仔细地指导学生拓映版画技巧 去年11月陈校长把这里 成立儿童美学基地 已经超过1500人次来这里进行 艺术学习之旅 而会想成立儿童美术馆 其因是20多年前出访中国 看到日本人愿意下重本保存艺术 为的就是让后代子孙有艺术涵养 揭发他为艺术奉献的心愿 校长校称多年薪水没拿回家 全靠妻子养 校长全心全意投资孩子美学涵养 希望在花莲设立全台第一个儿童美术馆 得志铁群美 对陈校长来说 台湾的美誉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明镜新闻 吴正彦 花莲报道